100 一個就好了 主要是等太久了 等了20分鐘 要不然我內用 你先幫我算一下這樣多少 好的嗎 誰叫跟平衡 你最近成天下等的時候也像 我覺得他只是取個名字叫 今天很嗆是吧 出態的話會比較解膩 其實覺得蠻特別的 他覺得是有螺合 我記得有兩三種螺合進去 對 我不是台灣人 說有一兩粒沙 不知道是不是對的 現在漲價也漲蠻兇的 我超知的 覺得我超知的 1個時burn 找不到 2個前運 1個時半 2個ふ ali 加 Mitsun 3個旺 7個時半 4個時半 按得出來 4個時半 特地 8個時半 9點 4個時半 或是 歡迎來到吃過多幾 我是你們的Doggy 我現在人在板橋的南亞夜市 南亞觀光夜市 不知道這是它的前面還是後面 是在環前溪路還有大關路一段的這個十字路口 這個應該算是六字路口吧 如果你是開車來的話 停車場確實是有一些 但機車的話就是這邊比較不友善 那我們今天準備了五百元 我們來吃看看能夠吃到些什麼 接著往下卡 這也是嗎 這不一樣 我們再看看 沒關係 這廣廣的還有沒有別雙是這個 這150個 這幾磅四雙 這幾磅四雙 100 一個就好了 150 150 謝謝 來 今天我們來工廠指引的來得特價了 剛剛那個150不算了 500塊是吃的 我們帶大家繼續往下看 一個新冰寶 然後什麼口味 豬肉的 這個六十元 這個六十元 主要是等太久了 等了二十分鐘 然後大概兩三組客人吧 然後在買的時候我們前面還有一組 吃看看 沒有咬到線 但是味道是還不錯 抖音啊 還有小紅書啊 什麼都會看到這種蛋堡 那時候開始沒接啊 你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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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們打個掌 加了一小辣子 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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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 兩塊 半一點 有油 這個 這個 這家叫全群味 給我看到很讚的豆干 來看看 要不然我內用 你先幫我算一下這樣多少 湯的嗎 對 湯的 然後都是微辣微酸 總共180 對 樓上有冷氣是不是 對 有 這樓上嗎 好啊 樓上可能比較舒服 樓上可能比較冷 好 這樓上有30元 你等一下跟平衡 你這個橙頭下等著有一點醬 酸豆角 肉末 這小麵來講 我覺得它們很滑 可以加這個酸度跟辣度 算沒有等很久耶 今天很嗆是吧 這個涼卷原味的 對 然後不要美乃滋 對 然後不要美乃滋 天菜 我先給你 好 六十嗎 來 先給你 先給你 五十元 五十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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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只是取個名字叫濃厚綠豆沙 今天很嗆是嗎 那它就是綠豆沙 五十塊 然後它環保杯也沒有扣5塊嘛對不對 攤飯啦 就是一杯普通的綠豆沙 冰沙感還可以蠻重的 然後綠豆味也有 然後它有豬菜 主要是它會加美乃滋 所以我跟它說我比較cream 豬菜的話會比較解膩 味道喜歡比較重的啊 就可以變成柴魚 上面灑的是七味粉 然後我最愛的就是它的原味 小胖蠻 其實覺得蠻特別的 它其實是有融合 我記得有兩三種融合進去 味道沒有變 起司 而且要趁熱吃才會好吃 加蔬菜很讚 其實它的味道呢沒有就是說很重 如果你是吃牛肉的話 味道才會很重 好啦 這家就是我以前吃到現在 現在這樣子290 繼續吃下去 好 這邊它會有炒的 那目標 本身其實就已經有點小辣了 然後辣還可以倒吃的 在台灣丟到稍微不要像這樣 好像疊疊了 只身為台灣人 一定要吃過酥酥的 要不然就不叫台灣人 對 我不是台灣人 因為我沒吃過 所以我來試一個 它50塊分量也不少 而且是熱的耶 熱的話對嘛 燒酒蠟燒 很大丟臉 我沒吃過燒酒蠟 感性 一吃就出來了 稍微有一兩粒沙 不知道是不是對的 不過味道算好了喔 我以為是很濃甜耶 但 就味道還算可以 然後新鮮度呢 我也覺得沒有那麼卡肉 因為我有吃過更糟的 50塊 4塊剛剛這個的大小 好 講重點 這家的味道的話 確實還不錯 蠢汁 它不是很乾 然後味道也不是說 很重的脂鮮 我是覺得可以嘗試 像我來夜市啊 都不太會吃這個 但是 試看看 我把你們沾一下味道如何 170元 好 神酥雞 雞屁股料 份 雞皮 肉乾 吃到最後一家 我不是在 南亞夜市裡了 但是算是在 南亞夜市 如果你是騎車的話 騎10 兩分鐘應該就到了 但是走路嘛 5到10分鐘 這家開滿久的 我覺得最少也有10年吧 東北 鹽酥雞 它屌炮的地方在於 定吃點雞皮 雞皮 其他的話就是 看個人口味 現在漲價也漲蠻兇的 我超知了 我竟然買超多 這家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因為我其實心中在台北的話 沒有很多家 我覺得很厲害的 今天很嗆是嗎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夠酥夠脆 對啦 夠香 還是真正的好吃 鹹酥雞 算有4個 完全不油 還有酥 不為辣 最害怕有 雞死味 味道我覺得是很香 主要是它的脆 仔細聽喔 脫油脫得很乾淨 主要也是怕那種 用處理乾淨 把脂肪特別厚 你知道 哇 我聽不懂不行 東北鹽酥雞雞的故宮 豆干的話就是 我比較不常點 好可愛 偏辣 它比較 小辣還蠻好的 鹹酥雞 剛剛的雞皮骨 跟雞皮是我最推薦的 因為果粉 比較古早味的果粉 粒粒 特粒感比較重 比上這幾家 要一些新進的店家 我也覺得不錯 可是就是礙於 今天其實有一些店很多人 我就沒有特別去排隊 去吃 去品嘗 那 我推薦哪一家 在留言告訴我 食物多吉 譬如大家到這邊 今天有什麼 可以在留言 北海道是日本唯一 以道命名的一級新政區 我很喜歡日本文化 在北海道吃麥當勞 真的有比較香 然後歡迎來到 食物多吉 我食物多吉 日本的素食餐飲龍頭 跟台灣有點像 必勝客 坎德雞 摩斯漢堡 還有美當勞 月薑派180元 有香甜顆粒狀紅豆沙 混合柔軟麻糬黏嘴的 月薑汉派420元 牛肉餅 英雄培根 還有月薑蛋 更是有著滑順的口感 粗粒150元 並沒有什麼特別 特別的是芥末醬 5塊雞塊240元 搭配在一起 好吃會上癮 月薑系列你喜歡嗎 吃物多吉福 大家到這邊 今天又是好吃的那一天了